无理那,明明上大家好,欢迎收看9月12号的大华联地方新闻,我是高双双 虚卡时代来关心世界龙州锦标赛在上个月落幕了 那么中华队呢是夺下了一赢一同成绩 那么队伍选手都是来自于花莲 那么现场徐真卫在之前就制赠了龙州的奖座以及50.4万元的奖金 同时也加码了10万元来激励花莲选手在10月份 登场的太平洋国际龙州节 把冠军是留在花莲 同时也为花莲太平洋全国高中杯羽球的锦标赛 回篮铁人三项锦标赛来宣告赛事起跑 世界龙州锦标赛今年8月在泰国帕达亚举行 以花莲体中学生及校友为主的中华队 在教练红红张带领下 分别在大型龙州2000公尺及200公尺项目 拿下第二及第三名 11日太平洋检标赛联合记者会 县长徐正蔚制正一座龙州造型讲座 和奖金50.4万元给参赛的花莲选手 更加码10万元 期盼10月第八届太平洋国际龙州节 能将冠军留在花莲 在这几年我们龙州队真的扬名国际 也透过你们的扬名国际 让世界很多的人要跟你们拼账 进到花莲 所以你们今天领到的奖金是十字名归 但是我们加码好不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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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领一下十万好不好 好 好 所以记得 9月17号 你们要把冠军留在花莲咯 可以吗 可以 9月17号 9月 我们10月啦 对10月 有没有信心 有 有没有信心 有 无论是我们的羽球的记者会 迎接1500位到花莲来以外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国际龙州赛的部分的记者会 还有我们铁人三项的记者会 那另外正位也要跟大家报个喜讯 就是我们2026 115年 我们要举败世界龙州俱乐部的锦标赛在花莲 建福也宣布9月10月 花莲将迎来三项体育赛事 包含9月12日开打至20日的太平洋全国高中杯羽球锦标赛 17日在受风香的鱼潭登场的花莲太平洋回蓝铁人三项锦标赛 以及10月13至15日的太平洋国际龙州节 三项赛事都有破千人参与 龙州节更有约3000人报名 前判选手皆能有机会相互切磋 更从中体验花莲山水之美 接着讲王雁和领事报导 请不吝点赞